今天是5月14号 星期天 昨天是星期六的时候呢 东莞就是连续三周 就是昨天开始是第一周的 每个星期六都会举办一次这个 未成年人的就是办证的专场 都是星期六 只针对这个未成年人 应该是16岁以下的 就是办理这个护照啊 港澳通行证 还有身份证之类的吧 昨天我们约的 这个在麻冲 周六厂呢 很难约得到 像那个市区啊 松山湖 还有这个各个证捷 基本上都是没有号了 所以我们约的是那个麻冲 还好麻冲有一些空号 所以就去办了 现在办证都非常方便 到现场之后呢 就是提前一天 我们是去照相馆 照着这个照相回职 然后拿着这个回职呢 还有这个 但是那个儿童呢 就必须要有这个 家长的护口本 还有身份证 儿童他自己的身份证 好像都不需要 就是陪同的监护人的身份证 还有户口本 再一个就是儿童的这个照相回职 就可以了 然后到现场录下指纹 就可以办护照和港澳通行证 公本费应该是一个120 一个是90 也可以选择办下来之后呢 是到这个公安局自取 另外一种呢就是邮政的快递来邮寄 邮费的话有可能会要求这个 也有可能要支付吧 结果我还没收到 所以那个还不太清楚啊 预约其实也很简单 就在这个I管家 这个微信公众号 或者小程序上面 预约这个卫生年人专长就好了 现在办证呢 也都是很方便 都是这个全市通办 在任何一个证据 只要你能约得到就可以 成年人的护照呢 是要单独的 我约的是下个星期二 但是在那个I管家 就没有办法约了 必须通过这个广东出入境来约 这个号研就很充足 具体怎么来办理 星期二的话 然后等办的时候吧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流程 正常应该也是照相维持 等身份证远见 应该就可以了 那当然再说 今天先到这里 我给你留下来 找一次 我们在那边 这个训练